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一次教学 我们已经简单为大家介绍Canon 760D的三种对焦方式 分别是 人脸追踪 会自动辨识出照片中有人脸的部分 以及多点 以及单点 三种对焦方式 相信各位朋友都已经大概看过 非常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来教摄影对焦的第二种重要的设定 就是单次跟连续对焦 我们按下Q 看左边这一排的第二个 我们看到第一个看下面 有个叫做One Shot跟Servo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 大家不要去看中文跟英文 实际上是非常不好记 我个人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记法 这个叫做单次对焦 这个叫做所谓的连续对焦 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单次对焦是说 当我们的准心瞄准我们的对象 并且搬按快门 你会看到对焦框 由白色切换到绿色 代表说这样子已经测量好 你跟对相之间的距离 同时间它已经停止对焦 这时我们搬按快门 我们再看照片 当然这个主角会是清楚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办案快门 听到BB声 对焦框由白色切换到绿色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拍摄主角 离我们稍微离得近一点呢 你会发现 明明变绿框代表说应该是确认已经清楚 可是为什么最后结果还是会模糊 那是因为对象已经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改变了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采用连续对焦 连续对焦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把玩笑的改成sevo 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的办案快门 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对焦框原本是白色 它不再是绿色了 而是会变成一种紫色蓝色的框 而且不会有BB声 这时候相机告诉我们 它正在对焦 持续的对焦 而且并没有停止 所以没有BB的声音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稍微后退前进 你会发现 这个瓶盖一直都会是清楚的 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这个时候呢 看到瓶盖清楚 我们按下快门 并且我们来看 放大照片检视一下 没有错 它是最清楚的 那如果说我们办案快门 它后退呢 没有发现 它永远都是保持最清楚的状态 并且没有BB声 这个就叫做连续对焦 那如果我们再切换成单次对焦呢 有没有发现 变绿框 这时候我们把瓶盖稍微前进一点 它不会随时跟着变清楚哦 因为它的对焦的距离 就刚刚停留在我们移动之前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切换成连续对焦 搬快门 没错 瓶盖最清楚 这时候再后退 瓶盖都是最清楚的哦 这时候再前进 没有发现 瓶盖都一直都保持在最清楚 这个就叫做连续跟单次对焦 那各位朋友一定会好奇 这两个到底用在什么样场合 会比较适合 通常我会建议我的学生 最好记得的方法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是拍风景 拍静态 安静的静 静态为主的主题 我会建议大家 你用到单次对焦 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拍表演 拍宠物 拍自己家的小朋友 或是拍在运动中的物体 因为他们的距离会不断在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切换到连续对焦 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就是有关于连续对焦 跟单次对焦的教学 那这一段录影教学 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